近日,网黄武帝丽哥在直播间回应争议,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丽哥透露,虽然平身哥给自己刷了200多万 但我并没有返钱给对方,属于正常所得 而且我还小睡了 听丽哥这语气,颇有幸灾乐祸的既视感 之后还笑了起来 不过丽哥所赚的钱都要退回去 其他主播也都是一样 因为平身的钱不干净,倒是要退还给伤害者 配子,很多网友都夸赞老力聪明 不然也当不了武帝的老板 众所周知,丽哥之前也是某平台的主播 经传的盆满钵满,除了娱乐直播外,还会带货 旗下的网友也不少 丽哥曾在直播间说过 我一天的收入,你们一辈子都赚不到 丽哥虽然没什么才艺 说话甚至都有点不利索 但却能够成为顶流网红 自然与他的聪明才智分不开 如果按照法律程序来看 一个月没放人,老毕估计也够呛 老里的老婆在朋友圈发文,趁他运气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在内涵什么 对此,你怎么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